好啦 各位觀眾們大家好 那我們來到了160層 那這層的BOSS是泳裝馬爾大 對 就是那個其實嘴巴說的聖女 但是下全毫不留情的泳裝馬爾大 那這一關來說呢 由於目前現階段 最強的四星配布單體狂黑貞德還沒有出來 所以呢 代表著我們其實沒有太多的角色可以用 當然你也可以用騎金石車過 我覺得騎金石不是很好選擇啦 那四星以下的單體狂唯一比較好用的大概就只有 呂布了 但如果你手上有什麼BOSS啦 其他的狂職啦 或者甚至是像是AVENGER 月月之類的 當然都可以拿來用 但我也講過嘛 那這一支影片我們也是希望盡量用佩布角跟三星以下來完成 所以後面我放了三個上來吸泡火的人 那前面我放一隻阿拉石來清第一波 大概就是這樣的組合 那火力呢 我們就全部交給呂布先生來處理了 那希望是可以在他放寶具或是在他打死我們之前先打死對手 因為呂布也沒有什麼寶兵技能 所以我們就得靠後面三位人兄的幫忙啦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吧 那第一波的話就直接送他們下去囉 反正大英雄配什麼東西都可以啦 反正一定炸的死 OK 好 我這邊用寶石瘋說穿只是節省了我按一個技能的時間 好啦 那就兩位輪流幫忙嘲諷吧 那為了以防我可能一拳就跟他打死 所以我決定我還是先開個技能 很好 沒事 我活著 哇 一直回血 好 很好 他要多幫我們撐過一回合 感謝你 感謝你的努力 所以我們這個小鎮又度過了安穩的一天 好 接下來我們就找一個衰小人 撐過這一發傷害 好 非常漂亮 我們拿到了一個BBA的配牌 那理論上打完這一輪 呂布的NP就會滿了 OK 那我們滿了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的大招就直接開下去了 好 那2技呢 因為他會有一個這個 降低成功強化率的方式 所以我們先不要使用 那我們接下來讓CD好 1技再丟一次 然後大哥你就幫我撐個傷害 對 幫我去死 好 那我們就來一個寶BB 幸好運氣好來講 泳裝聖女沒有什麼所謂的無疑或是迴避的技能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進行的輸出 好 非常輕鬆 就這樣 泳裝聖女就被我們偉大的呂布呂先生 打回了老家 可惜可賀 可惜可賀 好啦 還剩下7、8、9、10還有4層 我相信應該可以的 oh fuck 我情人節的稿子 no 好啦 那謝謝各位收看 我們再下一層見囉 掰掰 你感到一些東西 很久不適的 破壞了